大明海盗王汪直在日本建立政权自称为王,辉煌一时却惨淡落幕,汪直这位被称为大明海盗王的传奇人物,在明朝时期,汪直不仅在东海风云中崛起,更是跨越海洋,来到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,自封为王,然而这一辉煌的盛景背后,却隐藏着怎样的风云变幻,汪直的政权为何在短暂的光辉后迅速陷入惨淡落幕? 他在日本建立政权的梦想,如何被现实的无情挤压和历史的洪流所击溃,这段历史中隐藏的谜团和失落的传奇,究竟透露了什么关于权力和命运的深刻道理? 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从贫寒少年到海上巨拨,汪直的故事,始于安徽社县的一个贫困家庭,虽然民间传说他出生时有星辰降临,大雪纷飞的奇异景象,但现实中的汪直却是在贫困中长大的,这个出身寒威的少年,或许从小就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, 他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和对成功的向往,嘉靖十九年,1540年,命运之神终于向汪直招手,年轻的汪直与四名同乡一起踏上了前往广东的旅程,开始了他们的出口贸易,这个看似普通的决定,却成为了改变汪直一生的转折点,他们踏上的不仅是一条商路,更是一条通向未知的冒险之旅,在那个海尽阳格的年代, 出口贸易其实就是走私,明朝自朱元璋时期就实行了严格的海进政策,禁止民间自行开展进出口贸易,但政策越严,走私活动反而越猖獗,汪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开始了他的海商生涯,这种矛盾的局面,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策之间的巨大鸿沟,凭借着过人的商业才能和胆识,汪直很快在海外贸易中展露头角, 他与日本、仙罗等国进行贸易,不仅赚得盆满钵满,还赢得了各方的赞赏,特别是在日本,他受到了大名松普隆信的青睐,在松普金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基地,汪直的成功,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,更是中国商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华丽亮相, 从此,汪直的事业如同坐上了火箭,一飞冲天,他的商队规模不断扩大,甚至吸引了不少倭寇和日本战国大明的崇拜,汪直就这样在海上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,他的成功,也为后来的海上贸易开辟了新的道路,影响深远,海上霸主的崛起,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,汪直逐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, 在他的鼎盛时期,手下有多达十万人的私兵和数百艘战舰,这支强大的力量不仅保护了他的贸易,还让他能够在海上打造自己的贸易王国,汪直的势力之大,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国,这在当时的东亚海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,汪直的成功,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经商制度,他崇尚商业诚信和公平交易,这让他赢得了各方的信任, 正如名人周吉所记载的,只因极有信刑,凡是货物,好的说好,逮的说逮,并无欺骗之意,又约某日复货,某日交钱,并无迟延,以此窝奴信服,以岛归心,都成为武风传主,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,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中无疑是一股清流,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,让汪直在复杂的海上贸易中站稳了脚奔,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, 更是海上贸易秩序的积极创建者和维护者,在他的影响下,一个相对公平,有序的海上贸易网络逐渐形成,这个网络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,也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, 然而,汪直的成功也引起了明朝朝廷的警惕,他的势力太大,影响力太强,这让朝廷感到了威胁,尽管汪直一直希望能够与朝廷合作,打破海禁,实现自由贸易,但这个愿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, 这种矛盾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世界接轨过程中的困境,逆境中的奋起,加静32年,1553年,汪直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, 明朝将领于大游突袭了汪直在列岗的基地,这次突袭来的突然,汪直虽然成功突围,但元气大伤,被迫离开列岗的汪直,选择了前往日本,这次打击,让汪直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,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,在日本,汪直并没有就此沉沦,相反,他在萨摩州松普金,金庭户,重新建立了贸易基地, 凭借着过人的经商才能和广泛的人脉,汪直很快就在日本站稳了脚跟,他甚至将贫护打造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,吸引了大量商人前来交易,汪直在一国他乡的成功,展现了他卓越的适应能力和商业眼光,然而汪直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,在日本肥前国贫护岛,他自立为辉王,建立了号称宋的政权,这个举动,无疑是对明朝朝廷的一种挑衅,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也可能是汪直为自己寻求生存空间的一种方式,在被祖国抛弃后,他只能在一国寻求庇护,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汪直视为一个叛逆分子,事实上,他的这些行为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举,在中国本土找不到发展空间的汪直,只能在海外寻求新的机会,他所代表的商业理念和发展模式,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是不被允许的, 汪直的遭遇,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世界接轨过程中的阵痛,海盗王的真相,虽然汪直被很多人称为海盗王,但这个称号其实并不准确,事实上,汪直一直在努力与海盗划清界限,他多次配合官军剿灭海盗,比如在嘉靖30年,1551年,他就配合官军剿灭了大海盗陈思叛, 这些行动显示了汪直维护海上秩序的决心,也反映了他希望与官方合作的愿望,汪直之所以被贴上海盗的标签,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官方的误解和刻意抹黑, 当时的总督胡宗宪认为汪直是一系列窝患的主谋,但这个判断更多是基于主观一段,而非确凿的证据,这种误解也反映了当时官方对海外贸易和海商的不了解,以及对新兴商业力量的恐惧,事实上,汪直从航海贸易中已经获得了巨额利润,根本没有必要弃商从道,他的行为与典型的海盗有着本质的区别, 汪直更像是一个试图在乱世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商人,而非无恶不作的海盗,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复杂性和危险性, 汪直真正的目标是打破海禁,实现自由贸易,他的武装力量更多是出于自保的需要,而非为了掠夺,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没有武装就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, 汪直的武装,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无序状态,以及官方对海上安全的忽视,最后的赌注,尽管身在海外,但汪直始终没有放弃回归的梦想,当胡宗宪采取怀柔政策,释放了他的家人并派人与他谈判时,汪直看到了希望,然而汪直也清楚的知道这其中的风险, 他曾对部下说,于大游无偿破之列表,不按时须紧被知,甚至在儿子催促他回国时,他也警告道,儿和于也,汪直在,厚汝,傅来,和门死矣,这些话语,反映了汪直对朝廷的深深不信任,以及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,但是,护士的诱惑实在太大了,汪直心存侥幸,认为自己配合胡宗宪平定两者倭寇有功, 或许能换来朝廷的宽恕,于是,他决定赌上自己的性命,回到明朝,可惜,与封建官僚相比,汪直还是太过天真了,尽管胡宗宪也曾立保,但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出乎意料,家境38年,159年,汪直在杭州被处死,随着他的死亡,东南沿海最大的海商集团也随之覆灭,汪直的一生,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, 从贫寒少年到海上霸主,再到最后的身手异处,他的命运起伏如同大海的波涛,汪直他的商业理念和远见着实,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,然而,在强大的封建制度面前,他终究还是难逃厄运, 汪直的故事,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代,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先行者的勇气和智慧,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引起您的共鸣和愉悦,如果喜欢,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